我捡到一个神灯 他会帮我实现愿望 我喜滋滋地许愿找到真爱 而我命中注定的真爱 竟然是我的前女友 正文开始 我捡到了一个神灯 一个阿三装扮的小人 从青烟里飘出来 一直升到我鼻子前 我是灯神 你唤醒我了 我现在要实现你的愿望 说吧 你的愿望是什么 我被吓在原地 灯都忘了扔 到底是好奇战胜了恐惧 你 真的是灯神 阿拉丁那个 他颇为自豪地挺胸抬头 当然是了 阿拉丁可是我们灯神界的大名人 他还是我曾爷爷呢 只有一个 愿望你可要想清楚了 许出来 我就一定能帮你实现 这白颂的愿望 不要白不要 我许愿要个幸福美满的爱情 没问题 我绝对帮你找到你的完美伴侣 保证你爱情幸福美满 灯神说完话 就开始就地打坐 身边飘起青烟 找到了 你的真名天女就是他 说实话 我很期待 仿佛已经看到美好爱情 在向我招手 快带我去找他 小灯神一个响指 我瞬间就换了个地方 我又惊又喜 四处环过 这不就是大学教师吗 怪不得一直没遇到合适的 原来我未来女朋友 还是个在上大学的妹妹啊 我找了个后排角落的位置坐下 这里视野不错 林晓 教师陆续进来学生 看着这一张张没经历过社会毒打 清澈又愚蠢的脸庞 我有点感慨 大学毕业四年 难得这么青春一次 灯神灯神 你说 我的真名天女是哪个啊 是不是那个白卫衣 蓝色棒球服那个 也不错 我盯着美女黑黑傻笑的样子 令她服额 都不是 她一会儿就来了 我会指给你看的 突然 一个单独的身影 从前门走进教室 小灯神也精神起来 就是她 你的真名天女 我满怀期待地 看向走上讲台的人 还与她来了个对视 只这一眼 我那兴奋的笑容 就将在脸上 这她妈不就是我那早八百年前 就分手的前女友吗 林时音明显也看到我了 整个人顿了一下 慌忙低下头 嗨嗨 同学们先扫码千道 然后我们开始上课 就如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一样 只不过她再也没有 往我这个方向看来 感觉怎么样 美丽多金的大学老师 很优质的女性啊 我没有回答灯神这个问题 或者说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林时音怎么样 没人比我更知道了 自律 成绩也优异 父母在海外做生意 高中大学 一直都是学校里 迷地众多的学霸笑话 的确称得上 美丽多金的优质女性 优秀到我至今想不通 她当初为什么眼瞎 跟我谈恋爱 我们两个高一寒假在一起的 差点就熬过七年之痒了 她对我真的很好 但我还是在大学毕业后不久 跟她提了分手 删除拉黑搬家一键完成 没给她一点挽回的机会 这是我们分手后第一次见面 我不知道 应该怎么面对她 结果像两个陌生人一样 挺好的 就是心口处有点难受 灯神 你确定是她吗 直到话说出口 我才发现自己声音 染上了些哭腔 是她啊 学院是不会出错的 她就是你的真名天女 小阿三并没有注意到 只是自顾自地说 而我也因为关注小灯神 忽略了讲台上林诗音 撇过来的一眼 你怎么知道是她的 能不能换一个人 我们灯神当然有 我们自己的方法了 就是能知道 为什么要换 你们两个的幸福指数 可是百分之一百 千年一遇好吧 多少人求 都求不来 你们两个在一起 绝对很幸福的 我有点恍惚 幸福指数百分之百嘛 你是不是担心追不到 放心了 我会帮你 她肯定会喜欢你的 喜欢我 以前确实 不过现在 我有些自嘲的笑笑 算了吧 我跟她不是很合适 换个人吧 小灯神听出我的啃切 也没有再挽回时 只是在课桌上打坐 重新给我找 还好别人都看不见 不然就桌子上 掀起飘飘的样子 明年我就可以上 春晚顶替留签了 真的要换吗 我已经筛到百分之九十了 还是没有人啊 再往下筛 肯定不能保证 你的美满爱情了 百分之一百 真的很难得 我听她说的话 差点气吐血 不是吧 百分之一百 直接跳到百分之九十以下了 怪不得和林诗音分手之后 一直没能再谈上恋爱 再找找看呢 达不到优 凉也是可以的 小阿三撇撇嘴 继续制造仙气 有够离谱的 我是什么爱情绝缘体吗 找了一节课都还没找到 我轻敲桌面 打断灯神的施法 真的没人吗 要不我们回去吧 已经下课 这里学生都走差不多了 他停下手上的动作 抹了把额头浮出的汗 不敢置信地看我 我找得快累死了 及格上的都寥寥无几 你命里缺套花啊 有问题的一定是林诗音 不然他怎么百分之一百呢 林文 我右脚刚踏出教室半步 人听见这声 就条件反射般停住了 真是说曹操曹操道 林诗音居然会喊我 偏偏我这脚此时 跟灌了签一样 抬都抬不起来 只能等着他来到我身后 整个人不听使唤的转身 假笑 打招呼 嗨 好久不见啊 林诗音站定在离我两不远的地方 眨巴眨巴眼睛舔了下嘴唇 他在紧张 你还好吗 过得怎么样 为什么突然离开 怎么会来这里 像是怕我又消失一般 飞快地问出所有问题 挺好的 工作啥的都挺顺利 剩下两个问题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 只能沉默以待 小灯神飘在我们俩之间 一脸吃瓜地看过来看过去 我说 你换什么呢 原来二位有救啊 可以聊聊吗 如果有时间的话 这天果然还是来了 我只好任命点头 还记得这里吗 以前我们经常来 林诗音带我来到食堂后面的小路 恋爱时约会的地方 这是那会儿嫌操场人多 我们一起走了好久 才找到的秘密基地 林先生有对象吗 我为乐 摇头 那我可以追你吗 先加个微信吧 跟在我俩中间的小灯神 夸张的双手无嘴 估计是怕破坏氛围 没发出一点声音 当然 我也很震惊 林诗音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勇了 她一直走的都是青冷女神路线 说不出这么直白的话 当初我们互有好感的半个学期 在一起靠的都是情书 没想到分手四年 林诗音都变得主动了 看我久久没有回应 林诗音俯身凑近我 大眼睛眨巴眨巴 委屈巴巴地开口 不行吗 我 靠 谁教她的 我根本招架不住林诗音的魔法攻击 只能掏出手机 把人从黑名单里放出来 我扫你吧 她笑得一脸明媚 我又一次妥协了 她速度很快 我看着微信新的好友验证 林文的追求折点了同意 我越来越恍惚了 我看到那个人的头像 还是我的照片 她没有换过 我叫你文文 可以吗 我先送你回去吧 你看起来不是很好 我像一个被支配者 顺从地坐上她的车 告诉她 我家的地址 我到家了 谢谢你 守在我即将上楼的时候 被人拉住一车 是一个久违的怀抱 我听见林诗音很小声地在我耳边说话 文文 别推开我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我被她 抱了近五分钟才放开 你 我欲言又止 看她满目寒情的样子 还是没忍心问她 那个困扰我一下午的问题 刚刚转身身后 就传来林诗音的声音 你有你的理由 你不想说我就不问 我也不需要回答 我不在乎 之前是我太笨了 不懂怎么谈恋爱 我想我进步了很多 请你再试一次 她真的很了解我 四年过去 还是只一眼就知道 我在想什么 与此同时 小阿三正心性眼地看我 答应她吧 答应她吧 试问谁能撑住 这一大一小的双重攻击 反正我不行 那就看你的本事了 我先上去了 再见 我说完 转身就往楼上跑 没有回头看半眼 倒是小灯神 一边飘在我身后 一边还回头看 林文 林诗音笑了 她一直在看你 我的脸已经完全红透了 不想被发现 于是加快了回家的步伐 天色有点点暗 我没有开灯 因为不想让林诗音知道 我住哪 小阿三很上道 替我去窗台那边看她 林诗音一直没走 她抬头在找东西 应该是想看你住哪里 那就让她等着吧 过了两分钟 我的手机发出消息震动 林诗音问我到家了没 我回复已经到家了 她让我开的灯 她确认一下我的安全 就走了 看样子 这灯是非开不可了 我任命暗动客厅顶灯开关 随后又收到林诗音的信息 看见了 你好好休息 我先回去了 明天见 她约你明天见 现在你不去她 也可以直接来你家赌你了 小阿三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窗台处飘到我身后的 但她说出的话 却是我最担心的 地址都知道了 我还怎么跑啊 现在去换个房子 也不太现实 关键是 上个月我刚蓄了三个月的房租 现在不住了也不退钱啊 算了 不就是和前人见面吗 我也无所谓 我好不容易做好了内心抗争 肚子不合时宜地叫起来 经过今天的事情 我实在是没有心情去做饭 拿出手机开始点外卖 你能不能吃东西 我也给你点一份 我叫了叫 又飘回窗台 看林诗音 远去的小灯神 想着好心也给她点一份 她又飘回来 坐在餐桌的纸巾盒上 不用了 我是神仙 不会 呃 好吧 虽然话是这么说的 但我还是很有人道主意的 替她点了一份鸡块尝尝鲜 谁知道这家伙不感激我 居然还打听起我和林诗音的往事了 不过也没啥不可说的 正好告诉她 让她不用再费心思撮吼我们 我跟林诗音是高中同学 她是我们学校的第一名 名副其实的学霸 而我不是 我是美术生 靠着艺术分加持 才过了艺中的最低门槛 为了班级平均分 也为了所有人共同进步 我们班实行好带坏政策 分数最高的林诗音 和裸分倒一的我 自然而然成为了同桌 一年的相处 让我们互生情愫 也许是青春的躁动 也许是难得的叛逆 总之我俩用最蠢笨的方法在一起了 其实我们俩都不太会谈恋爱 但是我们的感情很好 没有吵过架 有件事我没告诉过她 她也永远不会知道 其实和她在一起 我是很自卑的 林诗音太耀眼了 长相好 成绩好 性格好 是个科老师的掌中宝 永远的优秀学生代表 学校的风云人物 可我呢 学渣 垫底 靠画画挤进一钟 这些话 我在一钟多长时间就听了多久 直到高三去集训 才远离了这些声音 我已经很努力了 在林诗音的辅导下 我的成绩有了巨大进步 从一钟下游到了中等 虽然跟她相比算不了什么 我知道林诗音想考清大 为了能跟她在一个学校 我没日没夜地画画 希望艺术分高点 可以考上清大的美术学院 连考前 我几乎没有休息过 好在努力没有白费 我的艺术分是我们师的第三名 但是对于一钟这种 好生如云的学校来说 好成绩比一考分更重要 因此重新返校的我 只是被讲台上发言的老师一句带过 又开始为林诗音他们表彰 理科第一的她 和文科第一的赵安 一起上台发言 深室地给女生递话筒 我听见周围有不少学生说着好配 但是没关系 林诗音是我的女朋友 那天中午放学 林诗音一直夸我棒 她说只要她再给我补补课 我们一定一起上清大 我对她总算没有来得信任 她说可以 那我就一定可以 那年高三 除了刷不完的卷子 还有少女座 在旁边给我补课传来的干净洗衣粉味 高考结束 林诗音不负众望 成为了省理科状元 清大招生办亲自来找她 而林诗音进清大 要求的不是什么奖金百万 也不是什么免试生活 而是外带一个我 我已经忘了 当时的我是什么感受 总之不是很好 随着舆论散发 所有人都知道了 大学霸林诗音是我的女朋友 打包货的称号 伴随了我整个大学生涯 即使我的文化分加上艺术分 本身就能上清大 赵安也考进了清大 她和林诗音还是一个班的 他们俩作为学生代表 参加了各种活动 郎才女貌十分般配的传闻 连美院的我都知道了 虽说两人是老绯闻对象了 我也相信林诗音不会背叛我 但赵安喜欢她 大学过得并不轻松 因为打包货的留言 我被院里的其他同学看不起 被认课老师针对 我在美院天天画画 林诗音在经济学院参加各种活动 我们两个见面的次数 竟比学业繁忙的高中还要少 我不是一个冲动暴躁的人 可是在大学里的种种不公 硬是把我逼成一个那样的人 不知道是哪一次活动 我看见赵安挽着林诗音的手 对同学们打招呼 他们走在一起颁配至极 那刻 我的心里发疯是得极度 凭什么他们两个可以光彩夺目 重心统越地享受大学生活 而我却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 活得像清大理的过街老鼠 每个人都可以说一句 我在怪林诗音 自由活动时间 我和林诗音在后院 爆发了恋爱以来的第一次争吵 不 应该说是我单方面的在发泄情绪 我质问他为什么要说那种话 害我现在受尽歧视 为什么要和赵安走那么近 明明他是我的女朋友 他全程没有说一句话 任我打骂 直到我停下他 才淡淡开口 我那时候 怕你跟我不在一个学校才这么说的 事情发展成这样 不是我本意 赵安是个很优秀的人 我们只是合作伙伴 你不要瞎想 怕我们不在一个学校 可是当初 说我一定可以的 那个人不是你吗 我以为是他淡漠 不知道学校的风言风语 原来他都清楚 为什么不为我辩解一下呢 赵安很优秀 那灵文呢 一个整天瞎想两人关系的疯男人吗 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这是我第一次对林诗音失望 他看我兴致缺缺 给我披上衣服 送我回了宿舍 那天 我躺在床上一整晚都在思考 我们在一起 到底合不合适 我没思考处理 我也不敢思考下去 怕结果是不合适 原来不知不觉中 林诗音对我的影响 已经这么大了 第二天 林诗音破天荒地给我道歉 还邀请我去游乐园玩 我承认我有点恋爱脑了 收到邀约的那一刻 心里就阴云转情 更别提道歉 出去玩 只一晚 林诗音就像开了情窍一般 我们在游乐园做旋转木马 在摩天轮上接吻 去情侣餐厅吃饭 看爱情电影 应该算是约会吧 我真的很开心 之后的林诗音越来越体贴 什么周年礼物啊 什么生日惊喜啊 都给我整不会了 如果不是 那天我心血来潮 想给他一个惊喜 根本不会知道 这些浪漫 都是赵安出的主意 我站在他们教室外 对话我听得一清二楚 你出的主意太好用了 文文最近都很开心 果然还是男生了解男生 那可不是 听我的准没错 只要别让林文知道 我们联系这么近就好 他对你有些误解 我替他给你道个歉 你别介意就行 不用不用 我也没那么小气 嘿嘿 那 我们这周还出去 你有何高见 海洋馆吧 听说新来了两只海豹 这周末有表演 像林文这样的男孩子 就是希望你多陪陪他 路上买点什么气球鲜花的 肯定感动的不行 好 谢了 回头请你吃饭 信息量实在太大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察觉到他们俩有回头的趋势 我的身体先脑子一步往旁边跑 我侧身躲进隔壁教室 注意力集中在林诗音的身上 余光瞥见一束横力 赵安看到我了 不是错觉 朝我露出一丝讥讽的笑 就像在说 看你对象多听我的话 意外得知真相的 我也没了送惊喜的兴致 辛苦一上午做的蛋糕 被我狠狠丢进垃圾桶 他带我做的每一件事 对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不是他发自内心的 林诗音爱我 毋庸置疑 我们的爱情 有第三人的参与也是事实 我实在是无法接受 林诗音约我周末去海洋馆玩的时候 我们爆发了第二次争吵 结果以他再也不私下联系赵安告终 没有赵安为他触谋划策 林诗音又变回以前那个不会谈恋爱的人 但也有所进步 知道我给我们整些小情趣 大四毕业回学校拍照 我们每月的人少 很快就结束散场 我偷偷溜去林诗音那边 想用自己的手机 拍下他戴博士帽的样子 他人气高我知道 很多人单独找他 合照我也能理解 但我就是不喜欢林诗音和赵安拍照时 那些围观者的起哄声 和赵安那一脸得意的样子 那些人越说越起敬 林诗音都止不住 什么 你们俩才是天作之和 那个打包货 根本配不上英姐 等等 我想冲上去 跟他们说我配 但我的自卑心逼得我远离这里 四年了 还有那么多人 再说我配不上林诗音 有时候我也会想 我是不是真的高攀了 一整个下午 我都躲在食堂后面的小巷里 我以为来的人会是林诗音 没想到来找我的是赵安 他居高临下地站在我面前 上下扫视着我 就像古代的主公挑下人 林文是吧 你应该认识我 我是赵安 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来找我 估计我无动于衷的模样 惹恼了他 赵安卸下伪善 对我疯狂输出 我说 你识相点 就赶紧跟他分手 你根本就配不上他 舔着脸在他身边待了六年 也该离开了吧 六年 林诗音把我们高中 谈恋爱的事告诉他了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你不觉得你们俩在一起 很耽误诗音吗 他有光明的未来 你呢 去卖话 我觉得人要有自知之明 不该想的人别想 你们在一起 根本就不幸福 你不能理解他的辛苦 他没空花时间 照顾你的臭脾气 毕业了就快点放手吧 赵安扒拉了一堆 到底是高知分子 最后总结班留下 你自己好好想想 就离开了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是他 是林诗音的妈妈 走在路上被他母亲叫住时 我是很意外的 估计是知道今天毕业 来接林诗音的 对于这个气质出挑的女人 我并没有太多印象 我们只见过几面 但我知道 她是个对女儿 要求严苛的母亲 以及她不太喜欢我 女人把我拉到路边 见四下无人才小声地问我 是不是还在跟她女儿谈恋爱 那副小心翼翼的模样 仿佛这是一件 很难以启齿的事 她见我没吭声 顿时心下了然 久久维持的优雅表情 都有点崩坏 林母努力维系着表情 使自己尽量做到心平气和 林文 阿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小英喜欢你很正常 所以你们大学四年 阿姨 我也从来没说过什么对吧 但你们现在毕业就不是小孩 没有青春 可以再用来挥霍 对待爱情就要认真了 找个合适的 对你对她都好 那我和林诗音就不合适吗 我实在是没忍住 吼了出来 声音很大 把她吓得四处张望 你们合适吗 她家事好 外貌好 成绩好 从小就是别人口中的孩子 可你呢 我承认你有一副好皮囊 可你爸妈两个人的工资 都比不上小英一个月的生活费 你连上清大的资格 都是我女儿给的 你有什么 艺术生 出人头地的有几个 你甚至都不是拔尖 能干什么 你和你的家庭 什么都不能带给她 门当户对都做不到 我配不上她 所有人都这么觉得 女人意识到 自己有点失态 非快调整好状态 林文 算阿姨求你了 和林诗音分手吧 你也希望她能好 对吧 这番话 打破了我所有的美好想象 仅存的自尊心 逼得我要赶紧逃离这里 删除拉黑搬家一键完成 再见了林诗音 再见了我的青春 我们的结束不是不爱 而是因为没人期待 这样的爱情 怎么会幸福呢 小阿三听完也是苦恼的皱起眉 小嘴都快要绝上天 所以啊 你真的没有找错人吗 林诗音怎么会是那个 和我幸福指数百分之一百的人呢 灯神用力地摇摇脑袋 不会的 就是她 我绝对不会找错人的 之前并不代表现在 就像林诗音 并没有大家期待的那么成功 她也只是一个大学老师 还有你 知名广告设计师 都给父母盖了个新房 一单的钱 比她一个月工资都高呢 俊男靓女 不会再有那些讨人业的声音了 你们要用实际行动告诉别人 你们很配 小阿三的话并不无道理 只是面对林诗音就自卑 已经形成了一种生理反应 其实我们已经旗鼓相当了 现在她在追你 主动全在我们这儿 你没放下她 那也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试试 手机很适时地传来消息提示音 林诗音向我抱平安说她到家了 还给我发了她的课表 问我明天晚上能不能一起吃个晚饭 我在小人鼓舞的眼神吓回了个好字 我想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想让那些不看好我们的人好好看看 我林文才没有配不上谁 之前做那个单子 忙得我叫 都睡来不及 现在好不容易带心休假 等第二天自然醒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三点半了 手机里一连串林诗音发来的信息 向我报备今天的行程 问候我早午饭吃什么 告诉我上 看到去世 估计也是知道我没醒 最后发了个偷笑的表情包 让我好好休息 她下班来接我 林诗音信息里的关心 比我们热恋时还明显 看到我老脸一红 还真是进步了 我慢慢悠悠地从床上爬起来 洗漱完来到客厅 看见小阿三正靠在沙发抱枕上 一边看电视 一边吃我的薯片 你适应还挺快 昨天还说不用吃东西呢 小灯神装模作样地往旁边挪了挪 拍拍沙发让我坐下 一副主人模样 谁让你们的食物这么好吃呢 一会儿你和林诗音去吃饭 我又吃不到 说起来 这也是我和林诗音重逢后 第一次正式见面 我可不能就这样随便去见她 要好好打扮一番 于是整个下午 我全在倒顾自己 此刻我十分后悔 为什么平时没有花时间 在装扮自己上 导致现在连件合适的衣服都没有 好不容易套上一件公司年会 穿的西服 门铃声就响了 都不用看时间 我就知道 绝对是刚刚好五点半 林诗音这个人严谨得很 昨天跟我说她 下班就来接我 大概五点半左右 那她来的时间 一定会是五点半 分秒不差 我就这样 坐在林诗音的副驾 她静静地开车 我也静静地看着她 车在音乐放到下一个板块 全是以前我下在她U盘里的 那个板块被林诗音命名为 最爱的 可能是这些熟悉的歌曲 我感觉车里的气温逐渐升温 烧得我很不自在 林诗音也是 她耳朵通红 压根不敢往我这个方向看 小阿三坐在车前摆件上 双手捧脸 乐呵呵地看着我俩 我们在一家高档餐厅下了车 位置是林诗音提前订好的 一进门就有人带路 一个靠窗的位置 桌上插着玫瑰 一落座 餐酒就端了上来 还有人为我们拉小提琴 这里都是单独的桌子 还隔这么远 情侣餐厅啊 林诗音被我说中 整个人像个煮熟的虾 磕磕巴巴地为自己解释 这 这家店菜很不错的 我们刚刚好两个人 就想带你来看看 我扑斥一笑 这人怎么还是这么不惊动 林诗音 现在是你在追求我吧 我也同意了 你带我来情侣餐厅吃饭 很正常不是吗 她小心翼翼地 确认我没有生气 这才放下心 坐在我对面 我大口大口地吃着 饭 突然听见林诗音对我说 对不起 其实那一刻我是懵的 完全没想到 她会跟我道歉 在我的认知里 就算要道歉 也应该是我这个 突然抛弃她的人 在我愣神的刹那 林诗音已经自说自话起来 她说她对不起我 不应该乱说话 她说自己没用 让她母亲对我有偏见 千不该万不该 没有意识到 赵安对她的心思 还跟她走那么近 最后问我 能不能再给她一次机会时 已经带上了哭腔 她是我从高中 就开始喜欢的女生啊 她那么优秀 一直以来都是被别人仰望的 直到现在 她坐在我对面 小声抽烟地恳求我时 我才发现 原来林诗音 也会有不自信的一面 也许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 每个人都会是自卑的 就像以前的 我和现在的林诗音 就在这一瞬间 她妈妈的不支持 其他人的不看好 一切都不重要了 我只知道 现在的林诗音还爱我 我也还爱她 我当然没有 拒绝她的请求 我也想体验一把 林诗音是怎么追我的 于是现在餐桌上的局面 就变成了 强装镇定吃饭的我 对面激动傻乐的林诗音 还有恨不得 放烟花庆祝的 课要记小灯神 饭后林诗音 并没有送我回家 而是把车开到广场 带我去逛街 学生时期我们都忙 尤其是林诗音 根本没什么时间陪我 现在分手后 却可以在饭后一起逛街 说来也挺唏嘘的 现在这样 我走在前面 林诗音跟着旁边的场景 我想了近七年 今天才知道是这样的 我逛街要走很久 林诗音就这样 一直跟在我身旁 偶尔还给我提些建议 结账的时候 会十分霸道地 说刷她的卡 大包小包都拎在她手里 一点不嫌累 但凡我多看了一个 东西两眼 林诗音也会趁我离开 拿去结账 以至于我们逛了 还没一个小时 她的身上就挂不下东西了 我有点看不下去 想从她手里拿过一点 谁知被人拒绝了 面前的人用力 提了一把手上的包装袋 冲着我笑 我扑通扑通的心跳声告诉我 现在的林文 依旧会为林诗音心动 我轻轻笑了一下 过去不顾林诗音推脱 拿走她一只手上的物品 车里全是暧昧氛围 明明没人开口 却又感觉无比浅全 到时有几分 刚确认关系那会儿的感觉了 一到小区楼下 我就迫不及待地开门下车 徐徐晚风吹过 我的内心才平静一点 那个 我先上去了 下次见 啊 哦 好 那我送你吧 林诗音急急忙忙地下车 到我旁边又开始扭捏起来 还是和我保持着 不远不近的距离 我俩慢悠悠地走上楼 中间隔的距离 刚刚好放得下小阿三 耳面通红 想拉手又不敢拉 活向小学生谈恋爱 东西全都搬进家里 才在门口依稀别 其实我本想抱一下她的 谁知道林诗音安置好一切后 就憨憨地和我打招呼离开了 今天站在窗台向下看的 不只是小灯什么 我看见林诗音一走出视野盲区 就抬头看我 十分热情洋溢地冲我挥手 做着夸张的嘴型 跟我说再见 真是幼稚 是事实 真幼稚 某人脸上笑都藏不住 请问有人吗 我想让阿三闭脉 照常收到林诗音到家报平安 以及今天不太算 约会的约会小作文 林诗音明天下午都没课 又要带我出去玩 就这些日子 我跟林诗音重逢后 约会的次数 都快赶上大学那会儿了 本来就相互喜欢 再加上小阿三的煽风点火 我也想着 事实我重归于好了 见到赵安并不在我预料之内 我本来只是有个 去找林诗音的想法 是小灯神不停怂恿我 才真正动身 一来学校就被他推到一个角落 我还疑惑呢 赵安就追着林诗音来了 想来 估计是灯神算好了 才带我到这个能看见他们 又不会被发现的位置 林诗音走路很快 导致赵安要小跑着追赶他 头发散在唇边 气喘吁吁地挡住林诗音 林诗音 你别走 什么叫做以后别见面了 因为林文是吗 你们又见面了 赵安说着一问句 语气却十分坚定 林诗音 林文他已经丢下你一次了 你为什么还要和他在一起 甚至放弃出国深造留在这 因为他是林文 因为我喜欢他 他对我的好你 根本看不到 那我对你的好你看到了吗 林诗音 我留学毕业 放着国外好好的 offer不要 回来陪你在学校当教授 费了好大劲 才转到金融院来 你就不能回头看看我吗 赵安几乎是吼出来的 说到委屈的地方 整个眼眶通红 但是林诗音没有心软 我听到他坚决的声音 赵安 如果我早知道你对我的心思 我不会靠近你的 更不要说回头看你 我只爱林文 你转来金融院很辛苦 为了防止碰面 我会转去其他院 就这样吧 赵安终时没能抓住 林诗音的衣角 偌大的教室 只剩他一个人凌乱 看他控制不住 蹲下抱着自己痛哭 我才意识到 原来在爱情里 每个人都会有狼狈的一面 那个天之骄子赵安也不例外 林诗音很爱你 他跟赵安没有关系 你们要不要破镜重圆一下 小阿三小心翼翼地开口 我就知道 今天突然催我出门 肯定是有事 叫我来见证林诗音 对我的爱与忠心 虽然很不厚道 但不得不承认 刚刚林诗音的发言爽到我了 可以考虑 不过秉着死要面子的性格 我故作轻松 淡淡道 哦 继续看他表现吧 小阿三不理解 但也不死心 那你还要去见林诗音吗 他知道 你来找他的话 肯定会很高兴的 那肯定要去啊 表现这么好 也该给他点甜头尝尝 于是火 我又跟着带路的小灯神 去找林诗音 这人又在上课 我带着阿三 悄悄从后门溜进去 挑了个后排座位坐下 林诗音抬头看见我时 又愣了一下 很快恢复如常 当然 他现在的愣神 和一个月又见我时的愣神不一样 放学后 我和林诗音 又来到食堂后面的小路散步 不过处境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俩一前一后走着 双手无意间碰到一起 温度瞬间蔓延 小阿三激动地尖叫出来 上下飞窜 当然只有我能看到听到 可手越是想收回 越是被窝得更紧 你能来找我 我真的很开心 我快控制不住对你的喜欢了 虽然今天我什么都没准备 可我还是想对你说 林文 我爱你 你可以再当一次我的男朋友吗 回应这句话的是 我心脏剧烈的跳动声 林诗音 当初我单方面提分手 你同意了吗 当然不 我怎么会同意呢 只是我实在联系不上你 林诗音用力摇头 越说越委屈 我反握住她的手 点脚凑上去 在她唇边点了一下 没同意就没分手啊 我一个人说的又不算 你现在还只是 想让我当你男朋友吗 林诗音被巨大的惊喜击中 远远好久才明白我在讲什么 然后堂堂一个大学教授 露出了一个无比呆傻的憨笑 不 不是 我要跟你结婚 我要去拿户口本 林诗音高兴地语无伦次 抱我的手都在抖 当然这么激动的 也不止她一个 小阿三已经磕倒在草坪上 林诗音的动作很快 当天晚上就去买了 第二钻戒向我求婚 第二天就请假 带我回她家拿户口本 我被她 拉着进了家门 听到这人冲客厅里喊 妈 我要去扯证 很难想象 一个平时稳重的不行的人 此刻像的小孩一般欢拖 这么多年过去 林母还是一样有气质 其实我是有点紧张的 但是阿姨 比我想象的平静很多 盯着林诗音和我紧牵的手 任命般 回房拿户口本 罢了罢了 她也算是在你身上了 我今天多做了些饭 一起坐下吃吧 下午再去明正局 大学时的林文 肯定想不到 竟然有一天 自己会和林诗音 及她母亲坐在一起吃饭 明正局下午两点才开门 林诗音拉着我 在门口等了快个半小时才到时间 她紧紧贴着我 连照相老 诗都笑着让我们分开点 回家再亲热 我爸妈 知道我和林诗音 在今天下午已经领证的消息后 惊得嘴都合不拢 好在我爸妈开明 再加上 他们本来就喜欢林诗音 同意了这门先掌后奏的亲事 两家大人约了顿饭 把我们的婚期 定在半个月后 半个月 足够了 我把我大学的记录本翻出来 里面有 当时我为我们俩设计的戒指 我找了一家银饰店帮忙制作 工期不多不少 刚刚好 就是半个月 越是婚期将至 林诗音越是粘着我 老是抱着我亲 每每这个时候 我总是笑着打趣她 林诗音又啄了我一口 婚礼现场 林诗音就高兴地语无伦次 在我掏出亲手设计的婚戒后 更是感动到泪流满面 爱不爱的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后来我们的孩子 看我俩结婚录像时 指着屏幕里哭成狗的林诗音 嫌弃地说 妈妈好丢人 新婚晚上 我想了很久 决定还是告诉林诗音 当初我离开的原因 话才刚刚说出口 林诗音就像有心灵感应时的 吻了上来 以前都是我不好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我们还有 未来不是吗 不愧是林诗音 永远能让我为之心动 我跟林诗音和和美美 也没忘了小阿三 小家伙的身体越来越透明 我都快要看不见了 我许的愿望完成了 你要走了吗 我不走 我还要见证 你和林诗音以后幸福的一生呢 别想挡我 我帮你实现了这么大的愿望 你不得把我当传家宝供着啊 只是愿望完成 我有点累了 需要休息 放心吧 我一直都在 好 我一定会跟孩子们说 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还会拿各种好吃的供你 怎么样 小阿三满意了 点点头 这还差不多 我要回家睡觉了 再见林文 小灯神的身影 化成一缕薄烟 飘回神灯里 再见 小灯神 我在心里想着 拿起神灯擦拭干净 摆放在柜台里 林诗音下班正好看到 从后面抱住我 问我在干嘛 我会抱住他 把头埋进他胸口 没什么 我找到了一个神灯 以后 他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全文完 我找到了一个神灯的身影